馬上就要投票了 各地賭盤也開始在風行了 然後現在我們觀察到是什麼 宜蘭縣是一個最膠著的地區 我們剛剛來賓剛剛都講了 可能決定勝負都是只有在一兩千票之間 連嘉義今天也出現PK大戰了 張花冠今天請辭立法委員 可能會有很大影響 滿久的下令啊 現在三個地區決勝負 宜蘭 嘉義 跟新竹 為什麼在17個縣市 只有一竹加三個縣 變成一個選前三天最重要的決戰點 有他道理 從國民黨觀點來說 宜蘭縣跟新竹縣有輸不起的壓力 哪怕宜蘭縣如果萬一了 如果張斃順當選的話 也對國民黨的提名的正當性 有相當的損傷 所以為什麼宜蘭 新竹險情潮了 那嘉義縣 我想國民黨是公其所必就 知道說如果把宜蘭縣 國民黨拿下來 把嘉義縣拿下來的話 那對民進黨傷害是很大的 所以嘉義縣也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國民黨希望板為一層 那最主要是 不管怎麼樣 民主政治固然來自平常的施政作為 但是畢竟縣市長選舉 包括明年的直轄市選 就是其中考嘛 像這次的縣市長選舉 勢必牽動明年的直轄市 後年的 大後年的大選 所以這牽涉到 統治的正當性 以及施政的作為 所以為什麼在最後幾天 宜 竹 嘉 三個縣 選情緊繃 跟國民黨目前的執政績效不彰 那希望趕快突破 有反省 來 顯家怎麼看 這個 當然現在宜蘭跟嘉義 是選情現在最緊繃的地方 而且確實在打PK賽 那麼嘉義今天為什麼 張華冠說他要退 持續立委 這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我看到今天張華冠怎麼說 張華冠說 為了展現 展現 展現他為嘉義分手的決心 然後他要持掉立委 我覺得很奇怪 選戰到投票前三天 打了這麼久 他到現在才展現 他要守嘉義的決心 那以前表示 張華冠都沒有守嘉義的決心嗎 到現在才要投票三天了 才要守嘉義的決心 另外張華冠說他持立委 就斷了他的後路 他要求翁從軍跟進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持掉立委去選縣長的 早在兩個月以前 台中的黃建廷 就持立委去選縣長了 是張華冠 學黃建廷 而且太慢了 到現在才學黃建廷 晚了兩個月的時間 才學黃建廷 也太晚了 我覺得張華冠 持立委這個事情 沒有效果 為什麼 第一 他是學黃建廷 而且學了 只晚了兩個月的時間 太慢了 第二個 他說 持 才展現他守嘉義的決心 那表示 他以前都沒有下這個決心 到選前才要下這個決心 顯然 選情告捷為了吹票 我認為越是這樣子 民眾越覺得張華冠選情 越來越急 沒有效果 我覺得顯要氣急派灰 放大音量 心急派灰都沒有 說這個張華冠這個沒有效果 表示什麼 表示他心裡有點怕 他有點虛 表示張華冠這一招 是不錯的招 不過我先講 不過我到時候我先說一下 我到時候說第一個 你從大陸我都這樣 你講啊 但是呢 我剛剛講的 他晚了兩個月 然後我又說了 他學人家 學那麼久 等下我再跟你講 我還沒講完 那誰是在講的 怎麼來賓 這麼沒有禮貌 爸 我覺得為什麼 重點放在宜蘭新竹跟嘉義 那個 中信講說 因為有素不其的壓力等等 我認為是其他的縣市 大勢已定 你花力氣也沒用 那你時間還很長的話 你當然要去敷衍一下 要不然禮貌不周到 但是最後三天 你不能夠花力氣 在沒有用的地方 所以這個三個縣市 對兩個黨 都是尚可一搏 但是我覺得張華冠今天這一招 從下午 我們的節目到現在 其實大部分人的想法 都說張華冠完了 所以他要靠這個背水一戰 破釜成熟來挽救他的選舉 我倒是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張華冠 當然我們現在不能講民調 但是如果此刻投票的話 我認為張華冠 頂多啦 頂的只說他領先的差距 在快速縮小當中 但是如果現在馬上投票的話 他不見得輸 所以他這一招 我想是在鞏固 他原先勝卷在握的這個局勢 但是漸漸沒有把握 但是他一辭的話 這恐怕就把他鞏固住了 而且將這個翁崇峻一軍 你看翁崇峻 我們今天下午也都在猜 他會不會跟進 我們意見也都很分歧 連我這個都不太敢賭 你知道不太敢賭 因為這樣也不對 他跟進也不對 不跟進也不對 他最後選擇不跟進 我覺得不跟進 氣勢就賣掉了 如果跟進 但是喔 阿卡天阿 兩股招比 兩股招都沒有 這個損失就大了 所以我必須做一個固結論 張花冠這一招 不管最後結果怎麼樣 是好招 那我先 速度先講 我跟剛剛整大佬 當然我覺得啦 他的說法是前後矛盾 他說 大佬說了前後矛盾 他說張花冠選情要贏了 他才要宣布退選立委 你既然贏了還宣布退選立委 然後又說 要捅固他的基本盤 因為他那選票在流失當中 一個選舉喔 選票在流失當中 就表示他氣勢在輸了 他就是輸了 才是剛剛大佬講他心虛了 我要辭立委 希望鞏固我的基本盤 不要在流失當中 這是輸的局啦 還有我剛剛講的嘛 你要學黃建廷 早兩個月前就要宣布了嘛 現在宣布太晚了 讓韋哲先講 希望你們不要PK戰啦 讓我們可以講 你們加入PK戰 讓我們可以講 但是我真的覺得是 第一個不是學 為什麼 黃建廷辭了 這個立委就 匡立正去選了 張慧慧有這樣子嗎 有喔 他如果早兩年去選了 如果早兩個月他辭了 然後陳明文去選 你可以這樣講啊 但我們沒有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願意讓人家 認為說是契約 我們不願意讓人是交換 事實上黃建廷在這部分 他還沒有交代清楚啦 我們真的是覺得 那為什麼要這個所有詞 我同意陳大老所說的 是要鞏固 是要破斧成舟 但是也要像 像這個翁崇軍委員講一句話 很多家議人會講說 人家穿過年人都敢了 你女兒你不敢 對不對 家議人有時候那鄉下人 不是說鄉下人 這句話有性別的歧視 不是鄉下人 不是說陳軍的比較多 對 對我沒有性別的歧視 沒有性別 但是很多南部的人會覺得說 欸 要扶起來了 所以你敢不敢 所以我覺得校正 這是一個校正的意味 而這個對手沒有在 這個部分適度回應 而是說 你學人家啦 你是不是有交換啊 期約 哪有期約 你可以告訴我 有什麼期約 你可以拿證據出來 這邊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說剛剛我一直講說 別人校正你就要跟進 那可能也沒這樣道理 不一定說 欸 張華冠他覺得直去立委 那個窩從軍就要跟著 跟著張華冠這樣的一個隨波起舞 也不能說 剛剛大佬講說 欸 窩從軍如果不跟的話 氣質就少一半 其實我也不這麼認為去看 因為我也都是 全省都有去輔選嘛 那之前 事前的確是 這樣不能講民調 就是說 的確是 有一些勢均力敵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就我目前了解 其實因為 有一個民進黨的大佬 前政務委員 陳錦煌醫師 他後來又停了那個 汪從軍以後 其實在嘉義縣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剛剛正義這件事 陳錦煌從來沒有交易民進黨 沒有關係 他就是 前民進黨的政務委員 我是這樣講 那事實上 在嘉義縣 選情也有做一些擴散的一個影響性 所以顯現說 其實在嘉義縣 他們的確選情是膠著的 那今天當然張華冠 他有這樣一個動作 我也尊重他 只不過我覺得 我會質疑說 這個民進黨的 他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之前黃建廷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說黃建廷跟曠麗爭 那現在 他又怎麼是說 張華冠說 他展現他的決心 其實不能夠有兩套的標準 當然張華冠 有他選舉的策略跟技巧 他覺得說現在 要展現他的一個決心幹嘛等等 那個是他的選擇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喔 張華冠的兒子 他也要選議員喔 如果張華冠也到選 變成兒子去質詢議員 那不是都是他們張家的 這個可能是好是壞 也當然是留在選民的一個判斷 還有在嘉義線 大家也都知道 他還機械銀行七億的貸款 而且甚至於說 這個欠人家的薪水也沒還 我只是覺得說 今天如果說他今天有勇氣 請實力委 那是不是有關於一些債務的問題 也應該趕快去做一些解決 我們把當事人成親雙線打上去 因為有指射到嘛 對 那如果說對於 如果說對於汪崇峻的部分 其實汪崇峻他就是腳踏實地嘛 至少他就是正面回擊 他做他應該做的一個內容跟他的事情 這樣子的話至少是比較正面一點 他不用去學著 張華冠說請辭 他就跟著去請辭 我覺得倒不必 那如果要講的話 汪崇峻 圖請哲也都是部分區的 民事長如果標準一致 他也都要請辭啊 來 大夫大夫 嘉義線的現行本來是一般一般啦 好像本來拉開 但是這一天後來居上 變上了主戰場 張華冠早上請辭 其實這是真是韓信啊 沿江佈陣 背水一戰 這是一個表面的理由 其實是好招啦 但是這也顯示 張華冠 陳明文是二打一打汪崇峻 因為他持續立委 本來就陳明文會接嘛 所以本來是早晚的問題而已啦 順水推舟啦 但我覺得這個是 將汪崇峻與軍 讓你不敢 讓你汪崇峻不敢跟進 果然不敢跟進 4點 今天下午4點 汪崇峻 我也認為他不會開記者會 果然也沒開記者會 沒有 不敢辭啦 我說不敢辭啦 為什麼啦 因為汪崇峻 他戰略上 不要被人家設定 兵法說 行人的 不行一人的 你不要被人家設定 跟著走啦 第二點是 汪崇峻 畢竟是政治精算啦 表示他沒有全勝保握 如果他絕對要贏 他就辭 辭掉立委 表示他怕兩頭肉弓 不要到時縣長或立委都輸了 這就是我覺得宜蘭 對不起 嘉義縣有個最值得觀察是 還遠上台面的 就柴契爾夫人在傳 就是針對一些私生活的傳言 我不講具體 這東西是看不到 但是我都聽到說 這個是個地毯式的戰術 到底這會產生效用呢 也是滿值得觀察的 我說一下 可能大家對宜蘭嘉義不太清楚 嘉義分三線跟海線 張花冠其實是三線的立委 那個是民進黨後面另外補人進來 那翁崇峻是海線 他即使辭了也輪不到陳明文 民進黨沒有人可以補他的位置 這邊我特別說明 第二個我要說明話 就是剛剛韋哲松所提的 如果剛剛韋哲所提到的說 張花冠持立委的理由 是如你剛剛所提的話 那同樣的理由 張花的翁金珠 嘉義式的圖醒者 兩個都要持不分 都要持立委了嘛 都要持掉才可以他 對不對 如果你的理由是這樣子 顯然為什麼他們兩個不跟進 就表示說不是你講的理由 就是張花冠的理由 選情靠籍 他確實被推斷 但是我要說了 這個東西現在在嘉義 效果不是很大 因為已經失去效果了 我們聽觀眾朋友聲音最準的 特別歡迎宜蘭跟嘉義縣的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 另外一個地區也是熱鬧滾滾的 新竹縣在1997年的時候 國民黨是分類的 民進黨林光華就當選了 這天說民進黨已經說 他們推出來的彭少傑 很有可能當選的 包括新竹縣的觀眾朋友 也歡迎你打電話 我們要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